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那样换不来 然后我们第二局想打得快捷重 第三首就把诸葛亮给搬了 因为怕他们打得比我们更快 当时预留了一个韩信这个大招 我们指挥当时也看我们都挺紧张的 然后就说这把就放手一搏 然后我们拿出了韩信这个点 开局我们韩信红buff开 韩信这个英雄红开的话 直接升到二级比较的厉害 因为对面橘子 他感觉自己也去比较强势 然后来反我们的小野怪 然后当时我们太乙和韩信 已经蹲在草里蹲好了 韩信三级 然后太乙二级 都是他们两个英雄的强势等级 所以说我们选择了打 达到了一选 然后我方不知火舞看到了 敌方在打小龙 我们准备去跟他们拼一波 然后不知火舞大招空到了两个人 太乙紧接着一个炸 又炸到了两个人 紧接着韩信的到来 一个成绩的强招要暴军 太乙的大招把他自己和不知火舞都复活了 然后我们泥花二收尾 5分20秒的时候 我方选择四个人强抓敌方杨检 然后当时把杨检抓了之后 对方发现我们想进攻下塔之后 想和我们互换上路塔 然后我方利用韩信的特性 选择直接从下路包到上路去 最后的时候不知火舞也赶上了 然后打了一波二换四 在9分14秒的时候 我们成功利用了韩信这个优势 扣得到后军 当时我们五个人全部在下路野区 发现了敌方正在开主宰 然后我方过去的时候 对面已经成功拿下了主宰 后来我方韩信又凭了自己一波 个人能力偷了一波暴军 结束比赛之后我们就感觉 我们的大招确实是释放出来了 昨天的功课没有白做 中期我们五人准备集合进攻 对方的下塔 当时塔没有推掉 但是团战的话 我们以太乙之人的这个特性一换一 在15分钟左右 我方韩信配合队友 成功偷下了一波主宰 当时QG的防守做得特别的好 我们的主宰先锋也没有成功退掉对面的高地 在后期的时候 QG五个人在中路河道蹲了我们韩信一波 他们顺利地拿下了大龙 当时我们想的是断中路兵线 然后让他们破仑一波我们 最后一波我们在打暴军 QG发现了我们 然后一路追杀到我们的高地 结果当时就剩我和曹操二人 我利用貂蝉这英雄的特性 成功秀了一波 拿到了三连角色 然后一波推下了对面的水晶 掌控全场 我来carry 我是Dunlan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